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上午举行记者会 痛批民进党为了选举 不断的攻击太太和女儿 包括了凯旋苑还有新庄土地 都遭到抹黑 另外呢 针对民进党立委高家瑜指控 说凯旋苑2018年逃漏税 侯友宜近伴 上午也到北柬提告 意图使人不当选 并且向高家瑜喊话 如果有证据的话 请拿出来 民进党就在哪三婆 我看不起 不满情绪到了最高点 侯友宜忍无可忍 亲自开记者会 要绿营停止伤害自己妻女 这算什么东西嘛 连不过的 没儿童 你才能忽略 拦清净 你有没儿童吗 要来跟我们照顾 对我们没儿童出去 他都很低调 因为我曾经接到恐怖电话 要保护家人 讲到眼眶泛泪 就是因为民进党 围攻侯友宜家族的凯旋苑 还不断拿侯太太 名下的新庄土地 质疑草地皮 陈青全是抹黑 后半全面大反攻 首都在记者会胜 直求对决 质疑赖清德老家的合法性 另外对立委高加瑜指控 凯旋任2018年逃漏税 提高意图使人不当选 而面对民进党抨击 后有一请假 市长职务螺丝掉满地 是否拿出数据反击 执政党为了选举不断以偏概全 抹黑新北市 2023年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显示 位居六都前段班 每10万人的刑案犯罪人口率六都最低 请执政党不要一再环瑶视听 眼见房产案事件遭对手追打 侯有遗憾 把难听话全扳出来 记得新北众和报道